参加今天的工作坊 然后第一件要宣布的事情 就是电脑教室里面禁止饮食 即使是白开水也不行 所以如果你要用水的话 请报走了 教室的对面有饮水机 第二件事情 我们今天的方式是怎么样 多做少说 从实作中学习 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事 和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没有接触过数位人文的朋友 有第一次接触的机会 大概就在知识上可以理解 就是说数位人文它是怎么样进行操作的 第二个当然是更重要的目的 就是激发怎么样各位的兴趣 那其实各位只要有兴趣 那网路上就有很多 类似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工具 那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呢 我们只要跨过一点学习的门槛 那它就有各式各样的 在我们的研究上或是教学上 有很大的便利 在上个之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我们今天进行的方式 大概我就是介绍一些基本的东西 然后进行一次示范 然后进行一次示范以后就停止 停下来 让大家实作 那在实作里面有问题 就可以这个提出来讨论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这个网站 那这个就是最近 就是怎么样 发展软体的一个新概念 这个概念呢 Google当然也正在大力推 简单来讲就是怎么样 你的程式软体就在网路上 那在网路上的好处呢 就像刚才一婷说的 老师我是用Mac 用Mac没关系 怎么样 因为它是在网站上 所以只要你的浏览器相容的话 不管你是用Mac系统 还是用PC系统 那就都可以使用 那相信 还没有设立账号的请举手 还没有设立账号 C-TEX账号 那大家如果都设立账号了 忘记带爱的小手来了 下一个要问的就是说 还没有登录 这个C-TEX的请举手 我们现在先把这个电脑还给大家 请大家进入C-TEX 然后登录你的账号 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完成这件事 我自己也来登录一下 有问题的请举手 忘记介绍 刚才忘记介绍了 来我们今天的大助教 请站起来 是许汉祥同学 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就请举手 他会马上过去 为大家服务 他不行的话 我才会出动 就是转整次转整次 那我再不行的话 我们今天还有更厉害的 来自于我们业界的正文姓先生 所以这个就是说 我们的系统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学了有些基本的概念 至少怎么样 知道怎么样跟资讯业界合作 然后可以 就是说 在有比较坚实的基础上 坚实知识的基础上面呢 就是来进行合作 应该双方都会比较愉快 好 那大家应该可以进入中文版 进入中文版以后呢 就登录 登录以后 那我们今天 主要要使用的文本啊 叫轮椅 梦子 行子 因为和我的专业比较接近 那大家如果不喜欢的话 就可以在自己练习的时候 偷偷是怎么样 换成自己的文本 那 现在在荧幕上看到的 就是C-Tex 那 C-Tex 就是在这边要提醒一点的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在 左边栏位 有先秦两汉 有汉代之后 那这个牵涉到这个网站本身的历史 也就是他早期建立的文本 都在这个区域 可是 那并不表示 如果这个区域里面没有的文本 他就没有 不是那样的 所以大家 如果在C-Tex上面 找不到自己的文本呢 那最好就是用书名检索 比如说我现在在 研究所的课 就皇室日操 那你就可以检索 检索出来 你就会看到 他有各式各样的版本 那你稍微点进去一看 就知道那个版本 可不可以用 因为他很多的文字的版本 是直接怎么样 从图像档转成 文字辨识以后 转成这个数位档 那可靠性呢 并不是那么高 所以如果大家点一个进去看看 看到这个很漂亮的目录 那也许 里面的文字还会有一些问题 不过如果你看到的目录 是这么整齐的话 那大致上就 就我们数位人文的操作来讲的话 这个通常就OK了 就应该是可以用 可以做出一些 做出一些 这个研究和观察 那你就可以看到 他的画面其实会更动 随着你的不同的操作 他会更动 那我们现在就用 轮语当例子 那我们就选了轮语以后呢 如果你们回去 已经设定账户 而且设定插件的话 那在我们给大家信里面 要大家 就是建立两个插件 那如果你已经建立插件 又有账户的话 然后你登录以后 就会看到 这个现在游标 所在位置的这两个功能 所以如果我们按 那个 里面我们今天 主要介绍的 就是这个研究平台的话 大家就会看到 现在电脑发生什么事啦 他就会把文本怎么样 自动带入 OK 那这个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就是他的一些 对文本分析的 这个功能 那文本自动带入以后呢 我们就把它存起来 存起来以后 他就会有一个列表 那 有了这个列表呢 就表示我们现在怎么样 已经有一个文本 那我们之后呢 还可以加入怎么样 不同的文本 所以我们就可以进行 文本之间的比对 我们还可以怎么样 我们还可以加入自己的资料 你说哇老师 我要念科华所啊 我们资料性质和你们很不一样 没有关系 那你就自己把文本资料 准备好以后 然后 还是可以把它 贴到他的文本去 然后进行分析 好 现在请大家怎么样 多先 进入这个工具 工具页面 我们把荧幕还给大家 有问题的话 请举手 我们 好 那个 汉翔去 特别服务一下 静置同学 有问题 请举手 我们大概今天主要的 课程就都是停在这个页面 好 然后关心一下 我们四位人物的精神 就是怎么样 协作的精神 所谓的协作的精神 就是要关心一下 你的 左右邻居 当你OK的话 就看看他们 左右邻居 会不会OK 需不需要帮忙 OK了吗 千话 你跑到哪里去了 你都跑两步了 是不是 好 没关系 都跑的就那个 自信教学 多跑的可以 少跑的不行 好 有问题 请举手 不然我们画面要切回来 我们下面要介绍 这个工具页面的部分 好 那 请大家 看一下 这个页面上面 最前面一排就是怎么样 功能区 然后他就跟你说 这个网站 可以做的功能 就这几种 第一个是 ngram 就是我们说 几字元分析的方式 等一下我们会再做比较详细的解释 比如说字持平的分析啊 很快就可以做出来 第二个叫regex regex就是regular expression的缩写 那regular expression是什么呢 啊 就是很酷的东西 比如说 呃 课地列了 一庭 不要讲一庭 你一定知道了 好 张盈 你怎么样在一个文件里面进行检索啊 按Ctrl F以后呢 你打入什么 好 你举一个例子 在轮椅里面 或是轮椅你不喜欢 随便 肉 很肉的肉吗 好 打入肉 就是 肥肉的肉 瘦肉的肉 瘦肉精的肉 好 那你会检索到什么东西 好 所以呢 在张盈刚才的描述里面 大家知道我们平常的检索是怎么样 叫做内容比对 你打入一个字 他就比对这个字的内容 那我们说在电脑里面其实就是这个字的内容 好 现在问题来了 那我们怎样在一个文件里面把所有的 比如说电话 电话号码找出来 这是我们台湾人的学习方式 你不是很习惯是不是 你就可以说怎么样想象 没有关系 大胆假设 我可能会 出乎关系 你会先打 P-L E-L P-L OK 然后呢 OK 那如果没有P-L的情况 不要秀瞎线了 这个就是说 大家可以看到这两种概念非常的不一样 一个是怎么样 内容比对 比如说我要找助评师的号码 就输入怎么样 092936144444 赶快改一下后面 所以就是怎么样 内容比对 你就找这个电话号码 可是现在你现在是要找一倍的内容 我要找所有的电话号码 我要找怎么样 所有的email 你用内容比对就不行了 因为你要找的那个东西 你有概念 可是你不知道实际上的内容是什么 所以 Regular Expression的作用就是这样 它是怎么样 可以进行模式比对 我们现在要找的东西呢 就把它模式化 模式化以后就可以进行了 找出这个电话里面 所有的 所有的怎么样 所有的电话号码 或是在法律文件里面 找出所有由这个法官审判的案子 这个比较简单 或者说找出怎么样 由这五位法官审判的案子 就把内容 就是让你用纯粹的内容比对 没有办法做 就我们把它概念化以后 那就可以这个进行 所以这个建议怎么样 这个应该将来在十年以后 大概它就会变成怎么样 我们在官方教育的普遍知识的一种 那这个会怎么样 改变我们的人生 因为我们就可以进行模式化的思考 这个其实对我们研究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下一种功能呢 就replace 就是利用 正规表示是呢 我们可以进行取代 那这个非常强 如果可以进行取代的话 你就知道了 取代以后的结果就是怎么样 我们说其实就很强的 我们整理这个资料文本 文本资料的一个手段 比如说我们从这个网页上 抓下十个网页 抓下十个网页以后 我们怎么样把我们去 不要的东西去除掉呢 那如果你是从同一个网站 抓下来的网页 通常它的怎么样 它的格式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它可能是一个电话号码 或是它可能是一个email的罪事 或是它可能就说 就是那个网站特定的网页的模式 那我们就可以用 regulate expression 这个的表示 然后把我们不要的地方去掉 所以它就会变成我们整理资料的怎么样 一个利器 利器 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再下来呢 是similarity 比较 文本之间的相似性 那在这个网站里面 它使用的机制是怎么样 是用前面我们讲的mgram 去进行的 那比较文本的相似度 比较两个诗人之间的相似度 或是中文系传统的问题 在莫子里面怎么样 所谓的莫子十论 莫子十个重要的论点 每个论点怎么样 都有三个版本 这就有趣了 那到底这三个版本 真的上都是有同一个学派 中都是同一个学派 怎么样去可以利用电脑你看 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或是更传统更出名的问题 《红楼梦》的前80回 和后40回 到底是不是真的两个作者写 我们怎么样用电脑 去帮我们确认它的相似度 庄子 这个内外杂篇 到底是三个作者 还是一个作者 那在外杂篇里面 有没有哪一篇的关系 跟内篇其实比较接近 可是跟他所属的那一组里面的 其他的篇章 不相似 或是庄子和熊子里面 学者都普遍认知说 庄子的哪流篇 就离其他的文本最远 熊子的哪大篇 离其他文本最远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工具 来做一个探测 非常的好玩 下面 我们今天不会讲到的是 Vectors 把文本 就数值化的一个过程 然后下面 DiF 今天我们应该也 有时间的话可以秀一下 没时间的话 大家会去自己玩 DiF就是 比较两个相似的文本 就版本比对 比对出来以后 他就会在画面上显示说 如果你要把A版本 变成B版本的话 这个字要删掉 那个字要加进来 等等 那后面的三种呢 就是视觉化的效果 那这视觉化的效果 是配合前面 几个功能来进行 好 所以呢 这个大概就是 第一部分的功能区 第二部分呢 叫文本区 那文本区呢 就是我们说的 你可以贴入自己的文本 你就直接贴入 那你也可以怎么样 就是直接使用 他网络上的文本 如果你知道他的码的话 比如说 轮椅就是Analax 就他们 欢迎轮椅的名称 那如果你的 那个 他根据他的码队的话 你看他自动怎么样 把文本 掉进来 掉进来以后呢 在我们要处理以前呢 我们就要先储存 那储存以后 暂存以后 就可以看到 那个文本 就会跑到上面 跑到上面呢 那就表示他是怎么样 我们现在要处理的文本 所以这个网站 我想想看 算是第一个 应该是第一个 我认识的网站吧 就对我们文史研究 非常方便 为什么 因为他同时提供文本 又提供工具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理想的 这个研究 我们说研究平台 那理论上 以后图书馆怎么样 都应该往这个方向 去发展 图书馆如果往这个方向去发展的话 我们将来就不得了了 好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要再把那个文本 叫出来 你就用edit 好 然后请大家观察一下 他的文本 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知道这个特点很重要 因为以后如果你要加入 自己的文本的时候 就要注意到这个特点 好 大助教讲一谈 大家 休前讲一点 有信号 大助教已经讲 大家可以看到 他标题是用什么来表示 是用信号 所以信号呢 就是一个文件里面的 内部 这个区分 单位的一个东西 那之前我有问过他 他说你也可以用两个信号 在一个信号之下 你还可以用两个信号 我自己是还没试过 不过等一下 我们会不会看到 这个信号会有什么作用 也就是 如果你自己要放入文本的时候 你可以用信号 来区分你自己 那个文件里面的单位 那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就是分析单位 你可以用整个文件 当作一个单位来分析 你也可以用一个文件里面的 每一篇来分析 或是你要在更细的 每一篇里面的每一章来分析 那另外一点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文件里面是怎么样 每一行 就是通常文字档里面的 每一行就是一个段落 那段落呢 可以是另外一个分析单位 这个也是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的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在数位的文件 你要怎么样设定你的分析单位 这个很重要 那这个就是文本区 那如果你把上面我们已经选的轮椅呢 后面打叉 打叉 打叉 它这下面的文本还在 把它叫出来 如果你把它打叉的话 你就是取消那个文本 在暂存区里面取消那个文本 再把轮椅叫出来 轮椅叫出来以后 你就要按Fetch Fetch就是取出 然后再暂存 下面呢 这个就叫选项区 就它每一个功能 会有不同的选项 那你藉由操纵这个选项呢 来怎么样 来改变 你观测的 就等于是变数了 就是你就调控你的变数 然后来观察你的资料 会随着怎么样的变化 然后来确认一些 你所要确认的事项 那这边有一个执行键 就是当你的选项 已经选好的时候 你就开始执行 好 那以上对这个界面的部分的介绍 大家也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赶快来进行功能 那还是刚才说的那句话 我们今天最重要的目的是怎么样 是要激发你们的兴趣 而不是要抹杀你们的兴趣 所以最重要的是说 大家觉得今天好玩回去呢 很多东西 其实你们应该多尝试 多尝试 在实作中 累积你们的经验 基斯律 习未顾 我是寻子的信徒 所以大家就可以 就说你越熟悉的话 那它的功能 对你来讲就会越有意义 好 我们先进行第一个功能 就Ngram的 说明 那Ngram呢 是一个分析语言的方式 怎么样 有问题吗 没有 那所谓的Ngram 就是它是用词语 应该是说词语 来进行分析的 那因为英文里面怎么样 词和词之间 词和词之间有个空白 可是中文字没有 所以这个就形成了一个巧妙的区别 那这个区别 其实让中文分析变得很头大 那这个就所谓断词的问题 那断词的问题 比如说在轮语里面 君子 你把它当作一个单位 和怎么样 君 当作一个单位 就会很不一样 就是如果你把君子 切开成君和子的话 去进行分析 和把君和子 放在一起分析 结果是怎么样 会很不一样 不过这个就先不管 所以所谓的ngram 就比如说 注评次 三个字 如果是onegram的话 就会切成什么 注 评次 就会切成三个字 那如果是twogram的话呢 就会切成怎么样 注评 和评次 那如果是三的gram trigram的话呢 它就会切成注评次 那它就是 你可以因为数位人文的方式 进行得很快 所以其实你可以尝试 不同的区段 然后去观测你的资料 那你们大概会说 朱老师 那如果把一个词切掉 这个不是很奇怪吗 那这个其实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 我们平常会受到怎么样 我们对句子 分句子的影响 所以我们很难观测 一个句子的 最后面一个字 和下一个句子 第一个字会有什么关系 可是经由这样的观测 搞不好你们会发现到 一些怎么样 因为我们在观察的时候 已经受到 这个我们平常 对句子认识的影响 电脑搞不好可以 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比如说律师的 最后一连的那一个字 和它下一连的第一个字 是不是有什么关系 这个我们平常在有意识的在读的时候 这很难发现 所以我们就可以藉由 操控这个 Ngram的不同的长短 那可以 都帮我们做不同的观测 好那我们先 简单的来讲一下 Ngram的 有什么选项 因为我们已经把文本 读进来了 那下面我们就看它的选项 所以它就说 Value of n 你要做几字元的分析 那我们就先做 字评的分析 那字评的分析 当然就是1 第二个呢 Minimum counts 就是说 你要显示出来的资料 它至少要出现过几次 那就是说 至少要出现到两次 它才会出现 那如果我们要它全部出现呢 我们就把它改成1 然后要不要把它怎么样 标准化 那所谓的标准化呢 就是你一个字的字评 除以怎么样 一个字元的频率 除以所有字元的频率 所有字元出现的次数 OK 所以正规化它就会变成是怎么样 百分百 那通常如果处理单一文本的话 要不要正规化 没有那么重要 可是如果你要比较两个文本的话 正规化就很重要 不然 寻止的字数 可能是论语的五倍 那如果你单单比较频率的话 有时候就会出现一些 错误的观察 好我们先 不用正规化 要不要算 再下来这个选项是 要不要算 要不要算 那个标点符号 那如果你打勾的话 就是不计算标点符号 好 那再下来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你的几字元 要不要规定 受到标点符号的节制 那所谓受到标点符号的节制 就是怎么样 你的几字元的计算 跨不过标点符号 那你可以选择要 你也可以选择不要 有问题吗 在这里 每一个形象有问题 请赶快举手 所以你可以看到 stop at breaks 要不要受到标点符号的限制 要不要受到标点符号的限制 如果都不要的话 如果都不要的话 就选最后面一个num 那第一个呢 就是不要跨过标点符号 也不要跨过段落符号 OK 这是第一个选项的意思 第二个选项的意思呢 paragraph 就是怎么样 跨过标点符号 但是不跨过段落符号 OK 然后最后面呢 就是不要有节制 就是你可以探索怎么样 每一段的最后一个字 和下一段的第一个字的关系 等等 好 最下面呢 叫tokenized by characters 要不要把每一个中字 计算成一个word 计算成一个词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方式 勾的话就是要 那不勾的话呢 不勾的话就是不要 不要的话会有什么结果呢 不要的话我们也可以来做一下看看 我们先把它不勾 然后叫它跑 你看一下就跑出来了 结果下面统计的是什么 请大家看你们荧幕上 下面统计的是什么 有没有看到 嘉辉统计的是什么 如果你不把每一个字算作一个单独的单元的话 他统计的就是怎么样 标点符号 他就把标点符号当作英文的空白 所以他就是 标点符号切掉的地方 他就开始累计 所以累计的成果呢 我们就会看到 子曰总共出现三百九十九次 曰出现一百零三次 那这个呢就是 我们如果不选说 把每一个字区隔 等于是自动在每一个字之间 加入一个什么 加入一个空白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选起来 再叫他跑一次呢 那跑出来就是我们做了字评分析 把轮移的每一个字 一下子就怎么样 就跟我们说 这个字到底出现过几次 所以大家就可以很快的看到 字评分析 如果我们再改一下选项二呢 那你就可以看到 那就变成2gram 两个字结合一起 然后看看 这个频率是怎么样 好 现在把荧幕还给大家 请大家多多练习mgram 然后也顺便练习说 怎么样把文本叫进来 等等等等 那如果有问题的话 你也可以从怎么样 其他的网页上 剪一些资料贴进去 做一个字词评分析 现在不是最流行的吗 过年又到了 这个蔡英文总统 如果发表完演说以后 媒体就马上报导说 在他今天的发表演说 你可以用到哪些字词 是以往的 这个新年贺词没有使用到的 或者习近平 在这次开会里面的时候 他谈话的重点是什么 这个想起来是很蠢 就是用单纯的频率去定义它的重要性 可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可以想想看 如果不是这样定义的话 那我们要怎么样定义重要性 这种抽象的东西呢 好 请大家开始操作 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 可以到我们刚才说的网站 你们可以下载那些文本 当做今天的测试文本 就是在到这个网站下载 我们今天需要的文本 如果你不能直接掉入文本的话 就表示你在账户设计的那个API Key 可能有问题 那那个API Key呢 有效期间到4月底 不过我们学校应该 在这个月 会向他订阅 订阅了以后呢 就是在学校的IP换文 其实就都可以用 大家练习了以后 我们就不要再讲解说明了 请大家怎么样 现在把孟子也叫进来 那这里要注意的是怎么样 他每次只能自动载入一个文本 所以如果你让他把孟子自动载入进来的话 他就会盖掉第一个文本 好 照过来 照过来 我们现在要看怎么样掉入第二个文本 那掉入第二个文本通常 如果你看 如果我们直接回到CTEX 打开孟子 再叫他掉入的话 会发现怎么样 会发现原来轮椅的文本 就被盖掉了 所以如果你要再入多个文本的话 正确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到轮椅 你找到轮椅以后就往下拉 拉到这边 你就会看到他给他一个 他的代号 然后复制这个代号 复制这个代号以后就 贴到这里 然后叫他把轮椅掉出来 掉出来以后再储存 那如果我们要加入自己文本的程序也是一样 只是那个程序变成怎么样 直接贴在文本区 然后暂存 不过要赞存之前 最好是怎么样 给他一个 他后面有个Title 就这边你最好 给他输入一个 怎么样 输入一个自己的名称 清华大写 NTHU 比如说如果我们把这个网页 的资讯Copy 贴上去的话 那就 NTHU 那个不能有空白 就是他名称会有一些规定 反正他出现红的 你就把它改掉 那这样 他没有 就是看 这样他就 加入了多个文本 那请大家练习怎么样 加入多个文本 加入多个文本以后 就让他进行 这个一字圆二字圆 然后可以看一下 他画出来的这个图像 可以烤一烤文字语 可以烤一烤他的图表 好感' 他會跑啊 你知道為什麼他是沒有嗎 因為你把他取消以後 他是以表給你好科維好心解治的詞的方式 所以你選二把他取消沒有 就表示他在論語裡面沒有兩個聯繫的詞子 比如說巧言密射協議的指援 比如說如果你把他取消 這個意思就是說要不要把字切開 把字切開的話光不然就代表原字 可是如果你把字切開的話 他代表的就是他會成立表面的話 所以直接就會變成比較難 巧言密射會變成比較難 所以他這樣比對因為你知道中文字 他取得自己這樣就很容易 那你現在不把它切開 你會選二的話就表示你要聯繫這個東西 合適去 OK 所以那個pokenize的動作 基本上就是打中文字切開 那如果你不公那一個東西的話 他就會切在怎麼樣標點畫上面 所以紫約就會變成一個單位 孟子約就會變成一個單位 有問題的話請舉手 沒有的話就請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他這個ngram的比較下面 他其實有一些我們等一下看結果 你們可以讓他跑一下文字語 也可以讓他跑一下圖表 那這個就是在教學上 在研究上我們就說 你的觀察的焦點會比較不一樣 藉由視覺化 那在教學上就是讓學生覺得比較好玩一點點 好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的話我們要把螢幕先切回來了 好我們講一下他的那個結果 好 所以剛才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 我們可以很快的進行 就不同東西的比較 好 那剛剛兩位同學 還是tokenize by character character就是字 中文字的單位 one character就是一個字 所以如果是tokenize by character 就是他會以字為單位 在字中 你們想像就是在字之中加一個空白 那在字和字之間加一個空白以後 柱平次 one gram的話就是三個單位 two gram的話就是柱平和平次 那trigram的話就是柱平次 可是如果你們沒有叫他把中文字切開呢 柱平次就是一個單元 就好像英文字一樣 柱平次就是一個 一個英文字 所以你如果叫他找two gram的話 柱平次的話找出來就是零 這樣知道了嗎 好那這個通常的話 我們你們的資料如果沒有經過特別處理 通常怎麼樣 你們就會 tokenize那邊都要打勾了 那什麼時候不需要打勾呢 比如說如果你去中原院的漢語標記語料庫 那漢語標記語料庫等於是他把你斷詞斷好了 比如說詞記 你下載詞記 那詞記裡面就分詞了 這時候既然他已經把那個詞斷開了 你就不希望他再把詞裡面的每個字斷開 所以項語他就會變成被當成一個單元去分析 劉邦高主就會被當成一個單元去分析 相對於什麼 相對於項 空白語 高空白主 劉空白邦 OK 所以斷詞是一件困難的工作 那如果我們有斷詞好的資料 我們當然就不希望這個斷詞 我們又把它取消掉 所以大概只有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會不選最後一個選項 那如果是你自己的資料 那如果是現代漢語的話 比如說我們有科華所的朋友在這邊 那科華所的同學 那中原院他就有斷詞系統 對現代漢語的斷詞他們號稱已經高達99%以上 所以你只要進入那個斷詞系統 先把你的詞斷開 那你再來分析的話 通常你就會把下面這個選項取消掉 那這樣你就可以做更符合語法上的分析 OK 這個很重要 所以要知道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看到最下面的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沒有介紹的 因為我們剛剛還沒有實作 這個就是所謂的結果區 那看看在結果區 他有一些選項 第一個選項呢 就是你可以把分析 好大家看到了 我現在這個是怎麼樣 我現在這個是沒有正規化的 沒有標準化的 所以他就用字詞屏去比較 我把它標準化以後呢 他就用百分比去比較 那這百分比去比較 當然是比較正確一點 因為孟子的字數和容易的字數不一樣 好那這個結果出來呢 第一個是怎麼樣 你可以把這個資料輸出 那資料輸出以後 你再用Excel讀進去 那Excel裡面有更多種的怎麼樣 圖表的表示方式 那你就可以利用這樣的資料 在Excel裡面進行你想要畫的圖 因為你的圖可能這個平台不提供 比如說你要把它做成圓派圖啊 這個那個啊 很多 第二個是文字語音 那文字語音我們就說是一個視覺化的效果 那如果你是兩個文本的話 兩個文本會怎麼樣 被用不同的顏色區別開來 那第三個就是圖表 那圖表他都是用那個荒柱形的 可是你可以很快的就看到就是說 在兩個文本裡面的某一個 就是你分析的那個單元 整個比較的這個結果 這個把螢幕這個還給大家 那請大家繼續想像 然後就使用不同的方式去玩一下Ngram 那我們這一節課呢 在十一點到十一點時分是休息的 所以就連接著我們休息的十分鐘 大家如果需要喝水的話 就到教室對面 如果需要方便的話 那就在教室後面 好現在開始了 就自由活動自由活動 開口 出口 出口 生命 直播的 感谢观看